第三个呢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欧洲最大市值的公司是什么 居然是一家精品公司LVMH 它的市值呢超过了5000亿美元 它底下呢有这个Louis 这个LV 还有这个保格丽 Burgary等等的这些的精品的这个品牌 那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市场 所以他们很多的去买这个中国的这个精品 其他的就是说是最近 今年我们看第四点啊 这个这个这个爱马仕 Burgary这个开云啊 这些精品股价也表现得这个相当的好 这是欧洲第一家这个超过5000亿美元的市值的企业 所以非常的值得注意 那另外的这个重点呢不是精品 重点在于中国市场 第三个呢重点呢在于疫情的解封 就是这样的观众 所以我们看下来就会有什么 明镜需要的解封 解封 解封 解封